我是一只仓鼠精,沈灵涵养我时 已经是个被男主斗拜了 双腿又残疾,毫无求生欲望的反派 头一天晚上,我化形直接撞在他腿上 他也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没反应,别再撞了 我脸蛋爆红,发誓要把他腿治好 后来,他一本正经地拉着我反复多次实验 腿到底好没好 我哭了,你的腿,好的不能再好了 你,我爸妈都是大腰 偏偏我就不能化形 有天,他们神神秘密地对我说道 咋呀,你的机缘来了 然后,我被放到了仓鼠笼子里 在摊位上见到了沈灵涵 他坐在轮椅上,那张过分好看的脸上 不见半点生趣,好像游离在世界之外 我在笼子里认真地瞅着他 心说这人能给我什么机缘 莫不是一起去找阳王喝茶 下次投胎投好点 好,就他吧 我爸妈一阵逼不逼 他到底听进去多少,有味可知 反正他是把我带回家了 住的地方很偏,在郊区山脚下 别墅大幼呢,还只有他一个人 爸妈说,他是个被男主斗拜了的反派 剧情中不会再有他的戏份 他会在这偏僻孤寂的地方聊此残生 听着可真惨 我为他默挨两秒,就去滚轮 跑几圈制造点声音 不然太安静了 我那么闹腾一只鼠,实在受不了 你倒是闹得很,吵得我都有些头疼 一听沈灵涵居然被我吵得头疼 有些抱歉的默默从滚轮下来 夜深人静时,我睡得正香 忽然感觉身体好像有什么要炸开了一样 抽搐着从梦中醒来 忍得痛打开了笼子 刚从笼子里滚了出去 就直接在地板上划行了 啊,我的老天鹅呀 坐在地板上,看了看变成手的前爪爪 又看了看变成脚的后爪爪 这机缘来得真谈妙快 困扰我爸妈那么久的问题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做了这么多年数的我,有被侮辱到 我试着站起来,用脚走路 结果没控制好,直接往前摔去 好巧不巧,直接砸在沈灵涵双腿上 我一抬头,正好跟沈灵涵对上了视线 场面顿时变得很尴尬 我努力挤出一抹笑 嗨,然后,努力想站起来 又摔了一次 对,对不起 我愧疚的都不敢看沈灵涵了 没关系,但别再来第三次了 说完,她居然闭上眼没继续睡觉了 三更半夜,妙邻女子突然出现在你床边 问都不问一句吗 这么松弛 不会是卡皮巴拉批皮冒充的人类吧 那个,你都不问我 很困,也很晚了 沈灵涵连眼睛都没睁开 语气里满是敷衍 喜欢哪儿,就挑哪儿睡好了 我没敢打扰她 想跟我心变出来的四肢好好熟悉熟悉 慢慢走到门口,还没等握住门把手 又变回了仓鼠 这一下,可把我摔懵了 站起来晃晃脑袋,干脆回笼子里得了 结果往床边走两步 又变回人了 这么反复横跳了几次 我误了 干脆往床上一躺,顺便戳了戳沈灵涵 你可以往那边挪一点吧 我不够位置睡 沈灵涵又睁开了眼睛 这次,她眼底终于是多利斯恼怒 看着有点下鼠 伸手把我往怀里一摁 位置是够了 鼠鼠也动弹不得了 三 那个,你们人类 都那么随便的吗 我张望了天花板很久 实在没睡着 用手戳了戳沈灵涵 你刚出笼子的时候 动静可不小 啊,那你不害怕吗 我十分疑惑 她怎么这么淡定 沈灵涵睁开了眼 黑暗中 我依旧能看清楚 她那双好看的眼底喊着嘲弄 害怕有用吗 一个残废罢了 如果我身上还有什么 能让你有所图的 沈某还要承蒙 你看得起 我从她这话中 品出了一丝悲凉 听我爸妈说 沈灵涵曾经也是个身负大气韵 比肩男主的牛逼人物 现在居然落得这副模样 真是有几分唏嘘 既然你这么讲 我就直说了 我撑起半个身子看向她 我俩能睡一次吗 黑暗中 不是很能看清 沈灵涵脸上的表情 但能感觉她很努力地 往旁边挪了血 什么意思 刚才不还说 如果我对你有所图 是对你的认可吗 我揪着她的睡衣 又把她扯了回来 反正你们这些总裁 都习惯了 会有人找你们睡觉 我不要你的支票 还不行吗 我哼了一声 就开始动手扒拉她的衣服 沈灵涵摁住我的手 叹了口气 现实不是小说 还有 要让你失望了 沈某不行 四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最怕男人突然说不行 我真挚而又诚恳地 开口保证道 我会把你治好的 沈灵涵低声笑了 不劳费心 我怕是帮不上你什么忙 为了不耽误你 要不你还是找别人 机缘这种东西 如果随便找个人睡一下就能成 我也不用做那么多年仓鼠了 不就是腿不好 没什么大不了 勇敢的鼠鼠 不怕困难 我暗暗握紧拳头 然后决定睡一觉再说 沈灵涵似乎还想再说什么 我直接堵住她的嘴 达成共识的事 我不想再听废话 不然我亲你哦 房间内又安静了下来 我睡得很快 几乎都快要睡觉了 好像听到沈灵涵说了一句什么 上次这么威胁我的人 坟头草都有轮椅高了 五 沈灵涵的生活节奏不错 吃早点 溜弯 买菜 自己做饭 我假装帮他推轮椅 实际一副特没见过市面的东瞧瞧西看看 早点也新鲜 买菜也新鲜 那个 我之前在电视里看过 我也想吃 买菜的路上 看到小孩子手里拿着的棒棒糖 便戳了戳沈灵涵的胳膊 满脸写着渴望 买 他带我去买了根棒棒糖 我美滋滋的接过去 舔了两口 甜甜的 真好吃 于是我俯身凑到他跟前 巴基亲了他侧脸一口 喜欢 沈灵涵耳根瞬间红了 不由自主的咳嗽两声 怎么突然就咳嗽了 没什么 沈灵涵的轮椅往前走 我意不意去的跟着 原本我还没发现 他要去哪 毕竟哪对我都新鲜 结果走了一段 觉得这周围环境怎么这么熟悉 接着 就看到了昨天沈灵涵买我的那小摊 不同的是 末路凶光 别想了 人家好不容易摆脱我这个脱油瓶 怎么可能还不跑 沈灵涵没说话 只是默默的把轮椅掉了个头 原路返回 你要不想帮我也没事 我舔了口棒棒糖 不以为一挡 正好你别竖在山脚 我一会儿往山里头走走逛逛 天敌还是有的 没多久应该就能去阎王那儿 投个好胎 说着 我低下头 故意抹眼泪 这招对沈某无用 那 你吃哪一招 可以告诉我吗 我超会的 6 沈灵涵没说话 静止走了 你是担心养不起我吗 我可好养了 自己还会种菜呢 我回去的这一路上 唧唧呱呱给没完 在我前边的沈灵涵突然停下了轮椅 一时不察 没杀住车撞上去 沈某只是个废人 余下的生活大概也就生苦了 所以 他话还没说完 我便亲了他一口 甜了吧 我刚吃完糖果 嘴里满是残存的甜味 见他那副呆若木鸡的模样 挠了挠头 还不够吗 那 那我多亲几下 沈灵涵操控着轮椅 犹如一道旋风 搜的一下跑得飞快 哎 你等等我 等回到别墅 我累得在沙发上直喘气 摸出自己空间里存放着的手机 给我爸妈发个委屈巴巴的表情 机缘好难搞哦 我妈 好好把握 不然你数命到头了 沈灵涵别墅没有其他人 做饭做菜都是他自己搞定 那双修长好看的手 原本应该在公司里 签几百亿的大合同 现在却只能在这里摘菜 我休息了好一会儿 可算是恢复了一点力气 跑到沈灵涵身边 你这个别墅 有古怪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继续弄菜 你说 这里被人布了阵法 会把你的运气和生机都夺走 嘿 我笑容中多了一丝脚侠 我如果帮你的话 你能不能以身相许啊 气 沈灵涵叹了口气 我是个人类 我知道啊 不然我早就动手了 哪里还用在这跟你商量啊 所以 这种事得你请我愿 他看着我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你懂吧 就这个问题 我思考了一下 人类跟妖怪们不一样 他们有的人对伴侣方面的选择 十分严格 而且很倔 我就曾经见过 有个人类被蛇姐姐霸王硬上弓 而寻死迷活的 一脸受此侮辱不如死了的模样 难道 沈灵涵也是这种 我懂了 我严肃的对他点了点头 就是要像人类一样追你 沈灵涵刚松了口气 但没完全松下来 语气无奈道 你要这么认为 也可以吧 那就认识一下吧 我叫叔叔 我掏出我的小天才电话手表 努力回忆了一下 网上刷到过的搭讪语录 帅哥 加个微信 加上微信后 他继续弄菜 而我溜达到后边 决定开一块地出来种菜 正所谓 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得先抓住他的胃 我空间里存放了不少蔬菜种子 到时候保证迷死他 别墅后院因为长期无人打理 到处长满了杂草 旁人可能看不出 我却一眼便看出了 这些杂草生长的地方 俨然形成了一个 掠夺人气运命术的阵法 这种邪门歪道 碰到鼠鼠我 算你倒霉 绕着走了一圈 找到了阵眼所在 二话不说 就开始蹲下来跑土 一边跑 一边就感受到 不少星星点点 从土里被我翻出来 并在瞬间涌入了我的身体 这不是我的力量 滔天的怒火 令我忍不住破口大骂 是谁 到底是哪个贱人 我说 怎么爸妈是大妖 自己却一直都没办法变成人 原来 有人让我承担起了 这个邪门歪道的代价 别说变成人了 还没死 已经是鼠命牛逼了 爸 我这里的动静太大 直接把沈凌涵给招来了 或许是我现在 这副模样过于埋态 看得沈凌涵都促起了眉头 你怎么把自己 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看了一眼 自己脏兮兮的双手 不由地叹了口气 说来话长 干脆伸手对他指了指 那一片杂草丛生的地方 问道 你可以找人帮忙 把这些杂草都清理干净 顺便帮忙翻一翻图吗 沈凌涵点头 可以 先收拾收拾 吃饭吧 饭已经做好了 他调转轮椅 正打算离开 忽然又转了回来 看向我问道 你昨天不是说 如果跟我距离比较远 会变回原形 这就包含在说来话长里面了 正打算去二楼洗澡 收拾一下自己 刚到二楼 好家伙 就变回原形了 我暴躁的骂骂咧咧 朝着楼下 发出震天的滋滋声 跑到电梯口 去委屈巴巴的 等沈凌涵上来 用小爪子在地上画圈圈 诅咒那个不知怎么 就能把我跟阵法 扯在一起的小人 出门踩香蕉皮 被小鸟在头顶拉屎 在沈凌涵的帮助下 我可算是能洗个澡了 一边吃饭 我就一边等他说 现在我们两个人 是什么情况 照你这么说 把阵法破坏掉以后 就成了 只是不会对你 再造成影响 如果想要把阵法 聚集过来的煞气驱散 把我的力量拿回来 你的气运 重新回到自己体内 都需要时间 多长 我扒了饭菜的手一顿 对他说道 哼 气得我只能大口吃饭 就 沈凌涵办事效率 还是挺高的 一下午 后院焕然一新 请来的人 甚至帮我规划好了菜地 剥好了种子 我跟他们要了天然肥料 开始给农作物淋尿 一边干活 一边对不远处 正在看我务农的沈凌涵说道 这个阵法 我没有完全去除 那个吸取你气运的人 今天就会吸到天然肥料 想到这里 只觉得便宜他了 以后隔三差五 我都来让他飘香十里 等他察觉到阵法不对 肯定会上门 只要一路出马脚 我就把他抓起来 埋土里 用小爪子狠狠挠他的脸 晚上 沈凌涵拒绝跟我一张床 你说了 阵法带来的煞气 集中在一楼 并且对你有好处 我在一楼给你铺好了床 他话没说完 我直接往他床上一躺 我不 这不过是个猜测 万一 我像今天那样 又变回原形了呢 我委屈巴巴地 把脸贴在他的胳膊上 蹭啊蹭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不能变成人 沈凌涵柔了柔眉心 再一次拒绝我 那 那我扶你 到床上我再走吧 我退而求其次 帮他固定好轮椅 又将他扶到床上 然后 一边走一边默念着 昨晚上变回仓鼠的不拒 正好走到门口 连房间门都没开 滋滋 我故作可怜地扭过身体 对他滋滋叫 朝他透露出一个意思 你看 我哪也不了 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 算了 过来吧 EF 我开心地跑了过去 由仓鼠变为人后 弹射上床 乖巧地拉过被子 盖在自己的肚子上 凑上去亲了他一口 晚安啦 闭上眼后 听见沈凌涵 发出了一声 无可奈何的叹息 接着 是灯被关掉的声音 我趁着黑 摸了过去 又脸蹭了他两下 香喷喷的 真的好想一口吃掉他 时 我还以为背后的人 应当很快就沉不住气 上门查看 结果 跟这里的人都打成一片 菜地都能收获 第一批大白菜了 也没等来人 我都忍不住 跟沈凌涵吐槽 居然真的有人 忍得了身上的味道吗 沈凌涵道 也许 那个人暂时不在这儿呢 我瞧他一脸 故作深沉的模样 敲咪咪地凑过去问道 难不成 你有怀疑的人选 还在外边 注意点形象 他为了防我 还特意把买好的菜 都挂在我这一侧 我撇了撇嘴 快速移动到另一侧 跟偷袭似的 亲了他一口 笑嘻嘻道 我就不 沈凌涵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没说什么 这时 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我 叔叔 我扭头一看 是经常卖鱼 还会多给几条小鱼 做肥料的小哥 卖鱼小哥刺着白牙 把竹笋往我怀里一塞 这是我爸之前砍的竹笋 刚才忘记给你了 山上的竹笋 可好吃了 我抱着一截竹笋 有些无措 这个多少钱啊 我给你吧 总不能一直拿你的东西 不用 朋友之间不用说这个 我挠挠头 转头看向沈凌涵 刚打算问他 会不会弄这个 卖鱼小哥又开口了 一截竹笋而已 不会连这个 都要看你男朋友的脸色吧 兄弟 你这可就控制鱼太强了呀 沈凌涵看向他 朋友的好意自然心灵 只是没有处理过竹笋 你不会也正常 叔叔会就行了 一看叔叔你就特贤惠 嗯 我不仅能从这几句话中听出 他对沈凌涵的嫌弃 甚至还能看到 他眼底对沈凌涵的鄙夷 那神情 因为不能化形的我 从小到大见多了 我直接把竹笋推了回去 对他说道 我不会也不贤惠 你算是看走眼了 家里都是我对象做饭 他一顿不做 我都得饿死 说完 我推着沈凌涵走得飞快 懒得再跟他说半句话 等跑得足够远 我才停下来 走到沈凌涵面前蹲下 抨击了两声 等我把力量都拿回来以后 你就能站起来了 到时候 再一起去买菜 看他们谁在瞧不起你 本来还以为 那个卖鱼小哥这么热情 会是个好人 没想到也这样 沈凌涵那双无波无蓝的毛子 跟我对视了半场 呼的 像石子荡开了水波一般 荡起层层笑意 伸出手揉了揉我的脑袋 说 嗯 我知道 十一 把这个插曲翻篇 一路说说笑笑的回到门口 忽然 有个女人从车上下来 跑到我们面前 一张嘴就开始抱怨 凌涵 你身体不好 干什么还到处乱跑 我在这儿等了你好久 沈凌涵脸上残存的笑容 在见到那个女人时 立马消失了 陆小姐大驾光临 真令涵设棚毙生辉 他脸上立即露出了一副受伤的表情 咬着唇问 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吗 沈凌涵没回答他 而是直接用密码开门 他却不依不饶地追着说 凌涵 我知道这些日子没来看你 是我的不对 可我不也找人来照顾你了吗 沈凌涵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陆岩 开门见山吧 来这儿做什么 陆岩咬着唇 思有些纠结 沈氏出了些乱子 你可不可以回去帮凌涉一把 十二 沈凌涵笑了 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来的 陆岩不赞同 且很受伤 你跟凌涉始终是兄弟 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 看来 是我没有第一时间说你不要脸 所以 给你脸了是吗 陆岩退后一步 很是受伤的指责沈凌涵 你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趁我车祸昏泥 夺权 让我到这自生自灭 沈氏出问题了 又想到我了 是觉得我这残废还没死 能再给你们背口锅是吧 陆岩一个劲的摇头 在你心中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吗 沈凌涵绩笑反问 难道不是 我前未婚妻 我现未来弟妹 站在一边当背景板的我 似乎吃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瓜 难怪沈凌涵那么抗拒我呢 原来是感情上受了伤啊 不过 他真是个好人了 分明骂人的战斗力那么强 却没有骂我 我属于想到什么就要说什么的 于是巧声对他说道 你对我真好 居然没有这样骂我 沈凌涵看了我一眼 约莫对我更多的是无语吧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不满 也不敢恳求你的原谅 只是我实在不忍心 凌涵一个人扛着 身边孤立无援 最近他连我都不见了 陆岩说的声泪俱下 就差给沈凌涵跪下 就当是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 你帮帮他吧 陆岩 别求他 风不仅把人的声音送来了 还送来了他身上那难以言表的臭味 这味道 也许 并不是什么沈氏出了问题 要独自努力 而是自己太臭了 不敢见人 陆岩望着站在门口的男人 红了眼眶 我见他乳焰头鳞般奔了过去 凌涵 哦 虽然很臭 但我真的没忍住笑出声来 沈凌涵脸色冰冷 视线扫过我们 冷哼一声 转头就走 我赶紧过去拉了陆岩一把 喂喂喂 你忍住啊 吐在别人家里可不道德 一会儿还要我收拾呢 陆岩捂着胸口 直接推了我一把 我花钱请你来照顾凌涵 不是让你来骂我的 这可把我整懵了 你什么时候花钱请我 简直是胡说八道 还有你先前说的时候 我就想打断你了 我跟沈凌涵刚认识的时候 别墅就他一个能喘气的 请问你是请了鬼来照顾他 陆岩一愣 然后问道 你不是我请的护工 那你是谁 怎么会在这儿 我直接走回沈凌涵身边 刚打算亲他一口 简单粗暴地表明自己的身份 结果 沈凌涵动作十分迅速地 握住我的手 并对陆岩宣布 叔叔 我女朋友 陆岩又破防了 凌涵 我知道你现在变成这样 很难以接受 但也不能不提防那些 对你别有用心的人啊 他这话一出 简直就差把人家接近你 肯定是图你这个残废的钱 摆在脸上 我拍了拍沈凌涵的背 不去拍 不去笔 不拿出声气自己 陆岩原本吐得有些苍白的脸 硬是被我气红了 你 你这人怎么这么粗鲁 因为人妖殊途 我十分诚恳 而又真挚地回答他 但陆岩却说 我在骂他不是人 哭着跑了 他这对号入座的也太快了吧 十三 我一脸猛逼地 转头看向沈凌涵 他还对我鼓起了掌 厉害 我说了那么多 还不如你的三言两语 这话说的 我合理怀疑他的阴阳怪气 先撇开他不说 刚才站在门口那老大位的那个 是你弟弟吧 是亲的吗 怎么还能干出 夺走哥哥气韵和生机的事情来 沈凌涵冷喝一声 我会好好对付他的 尽管去做吧 实在不行 可以求助我爸妈好了 到底是大妖怪 还是能给你当个靠山的 我十分仗义地拍了拍胸脯 让沈凌涵别有什么后顾之忧 被这些人耽误了一点时间 太阳都要热辣起来了 正打算去菜园里摘点菜 然后再多下点肥 再恶心恶心那个沈凌涉 还没走到菜地 就听见那边传来了说话声 叔叔他爸 咱闺女种的菜真不错 有你当年的天赋啊 这俩都不知道怎么摸进来的 你们干什么 我大声一吼 吓得我爸一机灵 捧在怀里的菜都掉了 你个死孩子 这么大声干什么 他一边念叨我 一边把菜又捡了起来 还好说 你们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不见就算了 微信都不回 是什么意思 说得我有些委屈 甚至在想 这两个不靠谱的 是不是终于甩掉 我这个拖油瓶了 然后 就被我妈弹了脑瓜崩 你以为我跟你爸很闲啊 这不忙着 给你抓凶手去了吗 我妈说 除了我以外 还有好几个幼崽 也因为邪阵 背负了因果 无法化成人形 最终都死了 因为我改了阵法以后 让凶手浑身恶臭 这才被大妖们 锁定了目标 不仅将他打回原形 还扒皮去骨烤着吃了呢 我们一忙完 可就马不停蹄地过来 看你有没有拿回你的力量 说着说着 我妈就把我打量了一圈 你这菜都能吃了 人还没吃到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沈灵涵说 要像人类一样培养感情 你请我怨 你请我怨的头 鼠类的寿命才多少年 你要是还不拿回自己的力量 变成一个合格的妖怪 你就要死了 十四 我爸妈说的没错 鼠命才几年 为了保住我的命 为了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妖怪 他们付出了很多 而且 我的时间不多了 菜呢 啊 我不知不觉间又走回了客厅 甚至忘了要摘菜 忘记了 我再去一趟 我冲沈灵涵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赶紧去摘几颗菜回来 想要故作轻松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跟沈灵涵一块弄菜 吃饭 顺便跟他说了一下 关于沈灵车背后大腰 已经被嘎了的事情 没了大腰 害你的人 就像是没了牙的老虎 不足为惧 你可以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了 沈灵涵却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那你呢 我 我又赶紧补上 我们 都能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了 然后默默吃饭 不再作答 自以为自己演示的很好 没想到都被沈灵涵看在眼底 尤其是晚上两人一块躺着 他突然扒拉我衣服 对我吓一跳 你 你干什么 纯睡觉都睡习惯了 他突然间扒拉我衣服 倒叫我有些不适应 沈灵涵将灯光灭掉 在我耳边说了一句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东西 可是 你不是不行吗 这话本是沈灵涵自己说的 我现在不过是附属一遍 他还不乐意了 感谢你的照顾 又行了 十五 我发现 每次只要我觉得 一件事进行不下去 连最糟糕的结局都想好 并且说服自己 坦然接受后 沈灵涵就会突然解决所有困难 不过 他接下来这段时间 都在证明自己很行 着实让我有些吃不消 每次骂骂咧咧的睡着 醒来看到他那张脸 又变着花样的 给我做好吃的 实在是气不起来 没办法 谁叫他连在落地窗前晒太阳 都那么帅 老俊了 我忍不住嘟囔出声 他听到动静 推着轮椅过来 太阳都晒屁股了 才醒 我看一眼时间 这一觉我都睡到了大中午 刚落座还没吃两口饭 不速之客上门了 带着那飘香石里的石卫 还有一群黑衣服打瘦 一进来就将我们团团围住 沈灵涵 我倒是小瞧你了呀 离开了沈氏 还能在短短一年间 培养出新的公司 来整垮沈氏 沈灵涉咬牙切齿的 面容都扭曲了 我现在这副模样 也是你弄的吧 一年的时间都没把你搞死 沈灵涵你的命 可真贱 沈灵涵将筷子放下 脸上丝毫没有被凶神恶杀的 黑衣把手包围了的恐慌 我不过是把沈氏 变回了他原有的样子 还有 你现在这副模样 应该叫做恶有恶报 沈灵撤笑了 死到临头 你还能保持这种淡定 确实让人望尘莫及 不用担心 我会让这些人下手轻一点 让你慢慢感受死亡 他一挥手 场面顿时变得混乱 打架 我可不擅长啊 但沈灵涵擅长 坐在轮椅上还能左闪右躲 甚至还能躲过其中一个打手的棒球棍 当着所有人的面 站起来了 不仅站起来了 还把那些打手全给打倒了 对于一开始 就立马缩到安全角落 迅速报警的我觉得 他真帅 不仅把人撂倒了 还一棍子打在沈灵车的膝盖上 疼得他发出了惨叫 十六 你 你的腿没事 他难以置信地往后爬 沈灵涵上去又是一棍 力道之重 我隐约能听见骨头断裂声 黄大仙 黄大仙快救我呀 我在一边围观 还默默吐槽黄大仙 骨头估计都没剩下了 这一棍 是你一年前为了夺权 设计我出了车祸 第二棍 是你趁我昏迷时 想杀我却没成功 把我放逐到这自生自灭的 沈灵涵一边细数他的罪行 棒球棍就一下右一下地 落在他的小腿上 助手 陆岩来了 甚至挡在了沈灵涵的面前 都是一家人 你们不要为了我打架 我翻了个白眼 这陆岩 以为自己是什么香波波吗 还为了他打架 我不打女人 让开 陆岩倔强地摇头 眼泪速速掉 只要你愿意放过灵涵 我 我就重新跟你在一起 这辈子都 他话还没说完 我先冲了出去 抓起饭桌上残存的排骨 直接塞他嘴里 强行拖走 什么档次敢跟我抢男人 十七 最后 他们全都被抓进了橘子 沈灵涵的腿断了 在医院大吵大闹 沈家有人上门 来的是沈父 这一年 你在这休养的不错 是时候回沈氏上班了 他这话说的有点无耻 我忍不住多瞥了他几眼 一瞥 突然发现不对 沈灵涵这个罢 似乎也跟那邪症有关系 没兴趣 沈灵涵不过是轻飘飘的三个字 就让他破防了 沈灵涵 别挑战我的底线 底线 是请黄大仙的底线吗 沈灵涵望向他 眼底翻滚着杀意 沈父愤怒的神色 瞬间多了几分慌张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到沈灵涵现在的模样了吗 你很快 也会遭到反噬的 沈府虎驱一震 视线震惊 又难以置信地望向沈灵涵 你知道了 那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灵涵 我可是你亲生父亲 父子俩哪有隔夜仇 你一定要救救爸爸呀 沈灵涵望着他 你偿还的时候 到了 我妈出现在了门口 就是他吧 因果循环 该你偿还了 沈父听见声音 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一条约莫三米长的巨蟒 从我妈背后窜了出来 将沈父缠了个结石 他惊恐之下 还在大喊 别杀我 别杀我 都说傅债子环 灵涵你就帮帮爸爸吧 蟒蛇卷了他就跑 惨叫声逐渐远去 这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一幕看得我稀里糊涂 看了看沈灵涵 又看了看我妈 求解释啊 18 沈父是靠着沈灵涵的母亲发家的 却靠着邪阵 吸走了沈灵涵的母亲和命数 甚至害死了沈灵涵的外公外婆 供奉了专门吸食他人贪念 恶念没生的黄鼠狼 那条蟒蛇的幼崽 作为承担因果的容器 死了 妖族嫌少有幼崽 这些年好不容易来了几只 都被搞死了 这谁不弃 那些做过恶事的人 近日都将偿还属于他们的因果 我看沈灵涵先前跟他父亲对峙的模样 应该是早知这件事 但是 你俩什么时候有交谈的 我妈不好意思的咳嗽了声 上次不是来这宅菜吗 就顺便打了个招呼 所以 我盯着沈灵涵有些不悦 你该不会是因为我妈 才跟我睡的吧 可嗨嗨 一个死丫头 矜持点 老娘我都听下去了 先走了 我妈直接溜了 我走到沈灵涵面前 瞪着她 说话 确实有这方面原因 沈灵涵还挺理直气壮 我气得想跑路 但她拉着我的手 硬是把我拽了回来 但更多还是喜欢 我觉得我特别好哄 她一说喜欢 脸上都掩饰不住了 你展开说说 沈灵涵把我从怀里拉出来 眉眼格外温柔 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但有人给你送鱼 送竹笋讨好你的时候 我内心酸得不行 那时候就意识到了 喜欢就是喜欢 沈灵涵说的好坦荡 但我好喜欢 踮起脚就亲了她一口 眼底亮晶晶的 听说你们人类的喜欢 就是结婚 我们结婚吧 沈灵涵笑了 求婚这种事 应该男人来做 沈灵涵翻外 一场车祸 失去了双腿 未婚妻 事业 只能到这个偏僻孤寂的小村子里度过余生 这幢别墅 安静的可怕 而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死记 直到那天 我稀里糊涂地带回了一只仓鼠 它的眼里永远充满着好奇 永远闪闪发光 令我的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每次它总要提出 令人难为情的要求 好几次我都在想 要不要放纵一把 结果 它窝在我怀里 却说 等你跟我睡了 我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妖怪以后 我要去看看世界 都说世界那么大 我还想着要去看看呢 你的腿行不行 赶紧吧 那一刻 我不想让它走 或许是偏执 或许是不甘 就想让它一直一直待在我身边 但它母亲说 再不拿回力量 它就要死了 可它一次也没跟我说过 每天只会变着法地跟我开玩笑 却从未跟我说过 它迫切变成人的理由 还有这一个 如果 它之后要离开 就离开吧 我这么想着 将属于它的力量还给了它 后来 它说 要去看看世界 但名单里加了个我 你们人类把看看世界的行为 叫做旅游 我们去旅游吧 不过在去旅游之前 先去市场转一圈 当那些人瞧不起你之前坐轮椅 我没说话 任由它拉着我去市场转用了一圈 原先想翘抢脚的 这会儿都写菜了 它还在那边傻乐 在后来 我们见过一望无际的草原 看过巍峨的雪山 在最接近天空的地方 仰望星空 它靠在我身边 对我说 沈灵涵 有你真好 我亲了它一口 我也这么觉得 全文完